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準時收聽風雲開年 2024 全世界非常關注 中國的經濟現狀 和來年的遠景如何 由於現在大陸逐步鎖國 連到底有多少人失業 失業數字都已經不公佈 另外香港據說也跟隨 《國安法》將來審判的判詞 又說是會 這個屏蔽 和保密 所以2024年的大趨勢就是 你想得到一些 其實跟政治沒有關係 一些數據和資料 都慢慢 越來越變為 觸及紅線 雷區等等 其中的失業數字就是 如果你說外資 如果你想回到上海 或者去大陸那裡投資 外資的企業 一定要得到數據 數據是很多方面的 比如說那個城市 那個平均人口的年齡是多少 消費能力是多少 有多少大學生 有多少人就業 就業每月的收入中位數 那它要委託很多的調查社去調查 但是如果你什麼都列為 國家機密 和控告的主動權 在那部國家機器那裡 那就人人都會覺得 頭上有把刀了 那現在大陸 在動態清零 它自己不情願地結束之後 據說生活經濟是恢復常態 是不是真的恢復常態呢 有很多行業的數據是比較明顯的 就突顯了現在中國經濟的困境 例如最近大陸有一個電視節目 叫《新聞方》的報導 現在整個大陸 特別是大城市 那些網約車的司機 這個行業是非常的蓬勃 那網約車是什麼呢 這個是大陸專有的名詞 就是類似於香港和西方國家 看到的叫Uber 但是它又不是說 有一個全國性的這些企業去管理 真正的Uber在大陸 就叫滴滴出行 滴滴出行 都知道什麼都是網上 網上預約這樣 現在大陸如果你不坐巴士 不坐火車 在城市裏面 交通運輸又不坐地鐵的話 你在街上想坐車 就有三種 第一就是的士 第二就是滴滴出行 在的士和滴滴出行 兩個這些私家車的運輸系統 本來就已經足夠了 包括在香港 你即使是Uber 想殺人來的市場 都遭到的士司機行業的反對 但是在大陸 由於那個大學生 畢業很多人的失業 是非常的嚴重 而大陸在過去二十年 那個泡沫經濟膨脹期間 有些什麼歲月正好 小資產階級 中產階級 收入蓬勃 就很多一二線城市 那些家庭 和那些夫妻 又或者同居 那些人士 是買了私家車的 那中國大陸 那個私家車的數目 是僅似於美國 私家車之所以 那個數目膨脹 是得力於泡沫經濟 江澤民、胡錦濤 頭頭尾尾的二十年 但是現在動態清零之後 整個大陸的經濟突然收縮 那通街通巷 全國的私家車 用來做什麼呢 所以就變成了很多人 是被迫著 是把自己的私家車 去登記 做一隻叫做網約車 那網約車是國家政策 在這方面 就網開一面 給那些人 是只要登記 和按照某些的規定 例如你想做網約車的司機 就應該考過一些不市和路市 和要遵循每個城市 那個環保條例 那個汽車的碳排放等等 一切的凡文玉智 又要填表 又要給錢 好了 但是 在過去一年 那個經濟困局裡面 那個網約車的司機 那個數字是大幅增長 很多時候你看看 這些這樣的增長 你可以在側面那裡了解 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到底是怎樣 例如最新的數字 2023年截止到10月 累計全國總註冊網約車司機 是超過1億 比起2022年的同期 是增長了3倍 這些是註冊網約車的司機 就是說自己有輛私家車 本來在經濟好的時候 他駕著車是上班 是正常的城市的白領 在一些私人企業 甚至在外資公司做的事 但是現在 因為那些企業倒閉 又或者自己開工不足 又或者索性失業 那駕車是怎樣呢 索性馬死落地行 就去註冊網約車的司機 網約車的司機 那個註冊量是每一天增加2萬 這個數字是很可怕的 因為在整個中國大陸 2022年底全國一二三線城市 連鄉村 那個汽車的數量 是有接近1億7千萬架 1億7千萬架 就是說全國擁有私家車的車主 根據這個數字 是有3.6% 是有拿了證的網約車司機 另外拿了證 雖然有3.6% 這個是正式的 是拿了證 只不過你還可以 在網約車的平台那裡註冊 就是報名 說我現在是available 可以混合網約車 那網約車平台註冊 就有多少呢 這個數字就得人害怕了 在網約車的平台註冊過的 是佔全國1億6千多萬汽車裏面的六成 六成就是說 喂 很大人害怕啊 就是說你駕著這輛車 很多人呢 是沒得了 沒得了 就不如註冊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當然了 註冊了 未必一定有公開 它的車未必一定活躍 很多註冊了的呢 都是採取一隻觀望的態度 或者看到別人的註冊 不如我再登記先 In case 因為每個人都沒有手機 所以 從側面這個數字呢 就可以折射到現在 中國那個城市 那個失業 和那個開工不足 那個狀況是多嚴重了 是不是 是啊 沒錯 其實中國大陸呢 和香港都有一些類近這方面 因為以往呢 從來香港的的士司機 或者這些Uber的司機 都是那些失業 或者它本身有一架車 它希望賺點外快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會登記 那麼現在中國大陸呢 以前呢 有個笑話 就叫做失業 就去駕駛滴滴出行 那麼這個呢 已經不是一個笑話了 因為現在已經變成現實了 那麼剛才你的數字呢 也很可怕 但是可惜的是呢 乘客增加的數字呢 就不成比例 因為註冊網約車的數目呢 是越來越多 但是乘客的增長呢 就沒有那麼多 那麼變了現在的 網約車司機的收入呢 就大不如前了 那麼以往呢 在上海做一個指標啦 因為呢 上海都是一個很繁榮的商業城市 那麼每一天呢 他們可以賺到 成千多元人民幣 那麼最差呢 可能有成千五元的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那麼現在呢 那麼現在呢 就 每天呢 可能只賺到六百元人民幣 但是車租佔三百五十 還要加上其他方面的開銷 很多錢呢 那麼一種情況呢 就要加上其他地方呢 都要加上其他方面呢 一些比較的錢呢 都是一百二百元呢 那麼這種情況呢 就造成很多這些滴滴出行的司機呢 就要駕駛很長的時間了 甚至在車上面呢 生活 帶上那些面盤啊 毛巾啊 地睡在車上面 那麼你用充電的時間呢 然後你去休息呢 那麼當然了 那就影響到其實整個服務 甚至可能呢 那些危險性啦 那些工具呢 這些都不管了 但是這種情況我覺得就反映到現在整個中國的大城市的經濟情況 因為現在很多越來越多的中產在消失 其實我們的節目之前都說過 現在中國大陸有一個四個字的詞語叫中產反貧 變回貧困的情況 為什麼呢?其實在城市的中產以往都是月光族來的 他們每個月賺到多少錢都會花光 用在哪裡呢?例如供樓、供車、保險費和一些生活開銷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儲蓄 現在很多的中產有些是減薪 而有些是失業 這樣的情況之下令到他們的消費很謹慎 還有根本就沒有錢可以花 就算有些錢的 比如說在網絡上面有些上海的中產都在吐苦水 就說自己有一層樓但是現在已經跌了三成 如果還減價賣出去 加上那些中介費用 那些稅 就直接要 減價四成才能脫到手 當然是賣不了 還有 手上的股票經歷了這個動態清零之後 其實沒有得反彈 現在的股票手上是折讓了成一半有多 即是說身家大縮稅 很多人現在賣樓又賣不了 這個股票的資產又減了值 手上的現金不多 現在他們有七字句 失業減薪無現金 這種就是他們的生態 這個上海是可以作一個指標的 上海和北京的情況都是一樣 北京的房地產也是很滯銷 很多新判只能夠賣到四成左右 空置率是很高 這種情況之下 造成很多人對前景 是比較審慎 有錢都不用 或者根本就沒有錢 這種情況 你想像得到 就是說沒有什麼人會再 出街 那麼豪爽地叫這些網約車 所以為什麼這個網約車能夠反映到經濟 這個也是跟香港 八九十年代我年輕人的時候 在尖沙咀根本截不到的士 和現在通街都是的士任理捷 和Uber任理叫的情況 是一模一樣的 陶先生 所以就是這個中國泡沫經濟爆破的縮影 正如你剛才說 20年來 江澤民時代 雖然吹生出了所謂的中產階級 以上海為主 和其他的大城市 西安、成都、北京 和深圳等等 廣州不在華夏 但是這些所謂的中產階級 是一種物質和收入來衡量 它上面就有扭著一份很穩當的工 這些工呢 一是你的僱主是龐大的國企 賺著錢 不大賺著錢 是狂賺著錢 要不就是龐大的民企 要不就是外資 或者當然外資就是中外合資 這三種的僱主呢 在那個經濟好的時候 加上獎金、花紅 確實是挺穩定 和挺和味的 那時候你看看 這個所謂的中國合夥人 這套電影呢 就是象徵著 中國那時候這些 城市的新一代 尤其是大學的畢業生 讀工商管理呢 是穿了西裝呢 是前景燦爛 奔向一個所謂的中國夢 這個中國夢呢 我們現在看看 完全是仿製和抄襲 人家一百年來的那個美國夢的 美國夢呢 我們知道 一百年來他說 自由神像 在紐約那裏 開放給全世界 歐洲 很多的移民來 包括意大利 波蘭 德國那樣 如果你上岸肯做 美國是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 一定是可以創造奇蹟和發達 那中國夢呢 它是偷換概念 就是雖然後面有一套 黨機器 共產黨的黨國機器 但是鄧小平 江澤民時代第一 鄧小平主張 那些黨國 那些單位政府 是管少一些 不要干預 對市場鬆綁 這個在胡耀邦 和趙紫陽 八十年代的時候已經推行 到了江澤民的時候 就更加鼓吹 悶聲發大財 在舉國上下貪污賄賂之下 再加上華爾街 伸一隻腳進來 是分一背勁 中國的那個群帶資本自由市場 所謂的自由是一種假象 就是說你有門路 有靠山 那時候完全可以貪污枉法 賺大錢 這個所謂的中國夢 也都是吸引了 農村和貧窮的地區 是湧向大城市和二三線城市 也都製造了一種 所謂的一種泡沫式的階級向上流動的一種結構的跡象 但是他這個制度是由於缺乏 溫家寶辭職之前所呼籲的政治體制改革 他不能夠發明一個制度 對於貪污有所監察 和人民的基本的人權和公義都有所保障 好了到了現在這一位 林鄭月娥封為偶像的英明領袖上台 一下就收縮和踢檔 於是整個中產階級 你要知道 所有都是因爲地產爆煲而引起 因爲地產爆煲後面 那些行業和製造業 消費 騰騰騰騰騰騰騰的那些環節的牽連 是非常之繁多 還有整個假象泡沫的中產階級 他們有一間屋 還有一間車 於是就幻想自己過紐約大城市的美國人的身份 中國合夥人還有一套叫做《盜拉拉日記》 你知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當自己是美國紐約的那些OL 是吧 洛杉磯那些 假的 我們一看就知道了 上班族 穿得很華麗 然後拿著一杯 這個Starbuck的咖啡 然後涉字團紙巾 一身名牌 是鬍手弄之地上班 然後那個落地長窗 看到整個陸家咀黃曝光 老闆有一個是海歸派 然後再上面那個是西人等等 這個假象是製造了那時候的泡沫中產階級 當然沒有輛車 又怎麼是一種新駕呢 現在地產爆補 其他全部都製造了 那拿著一個殼 就是一輛車那怎麼辦呢 就好像你說的 找不到東西做 馬死落地走 就唯有個個走去 登記網約車 這個網約車 也是在動態清零之後 就是新興的一個行業 我也知道動態清零 那三年是封城 尤其是上海 那些小區是用那些大白兵 全部封鎖 門、窗、機符都要上了板 於是那時候就流行 這個叫做食物 好像香港那時候 deliveroo 那個送外賣 已經是搞到送外賣非常之紅火 再加上網絡訂購 駕駛車 好像駕駛著一個軚盤 那個電單車 那時候 送外賣是非常之發達 一枝獨秀 好了你現在動態清零之後 也都是要靠駕駛車 就不止是送外賣了 就變成這個叫做網約車 但是問題來了 你現在中共尤其是習近平 早兩三年都說 不要緊外資撤走 訂單不來 中國可以靠內需 如果你要靠內需 這些網約車就一定有生意 但是如果內需那裡 是無以為計 內需需求那個需 就變成衰退那個需 現在在一下 在內需之下 車網約登記了就很多了 但是乘客去了哪裡呢 當然我們看到香港 你看到晚上 說著了燈 那些的士排了長龍 以前好景的時候 星期五 星期六 你都知道有吉車就沒有乘客 整個大陸當然更加嚴重 除了的士 還有滴滴出行 再加上網約車的時候 就變成車多客少 車多客少的時候 你這個 搭客的內需市場 那些餅仔越分越磅 那些餅乾碎 就越搶就越少 那變成了那些網約車就很多 慘了 因為那些司機本身 都是下缸和失業的受害人 握著一輛車 他載什麼人 載一些搭客 搭客都沒有了 因為搭客本身又失業 他自己都暴行 或者在家 抑鬱 自閉 握著遙控器 在那裡看哺哩哺哩 他怎麼會出街呢 不出街消費 那三餐又怎樣呢 就繼續 要不吃飯盒 要不就送外賣 送外賣的那些 是開電單車的那些 跟網約車的那些就不同了 所以剛剛就發生了 12月 就是山東青島 一個社區 就是一個外賣員 因為 是開著電單車送餐 是遭到那些社區的保安 是跟他發生衝突 那個保安很兇 一個中年男人 他拔著刀把他刺死 後來一查 這個送外賣的中國人 是32歲 慘了 曾經花費人民幣一百多萬 留學澳洲 在澳洲斷斷續續讀完學位 在那裡還捱多了兩年的女生 接著回來大陸 六年 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又是馬死落地行 迫著去送外賣 送外賣送了六天 遇到這些衝突 就被人用把刀刺死 這些是留學生 是海歸派 當然這些社區的保安 中年人也跟那些大白兵 城管一樣是非常之狂躁的 所以花開兩朵 現在你動態清零三年 造就那些食物外賣的派送員 以及這個網約車 那些這樣的非正式的白牌司機 同時都陷入這樣的困境 好像山東、青島 這個外賣 原來他是大學畢業生 還要留學 雖然不是普林斯頓、哈佛耶路 賈賈地都是澳洲 我們都看到了 這幾年澳洲成為中國留學生最大的市場 我也一度和你問過 那麼多人每個都擁去澳洲留學 讀完書拿著一張大學畢業證書回到來 中國大陸有沒有這麼大的市場 全部吸納了呢 澳洲有一堆 加拿大有一堆 美國有一堆 有名校、有野雞、有社區的學院 那麼多人全部湧回去 你中國那個泡沫經濟的機器 要一路加熱、一路加速才能吸納得到 一旦如果減速 甚至是整輛車死火的時候 這些回去的這些 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 是不是全部變了割淺呢 中國人當然就有一個靈活性的 馬死落地走 就算是陀著澳洲大學的學位 他都要被迫著眼淚汪汪的送外賣 但是你也知道 又是那個社會制度之畸形 怎麼會無緣無故送了六、六、六、日 就會在街上被人捅死的 拿把刀是不是 這些真是血淚的題材 是很適合大陸的一些 寫實的導演 例如賈張柯 甚至是馮小剛 大把電影題材拍 這些血淚的那個現實的故事 這些史跡如果拍了電影 在國際的電影節 拿獎拿十年你都拿到手軟了 好像《第三世界》那些這樣的寫實主義的電影 但是你有創作自由嗎 你拍得了嗎 所以現在整個大陸 是進入封閉和內卷 內卷都捲不起 糟糕了 這個泡沫是爆破之後 無數這些 偽中產和偽海龜 和偽高學歷的人 是回來的 就是水退的時候 那些人沒有穿泳褲 沒有穿泳褲你還可以兩隻腳站在水裡面 最慘的是水退的時候 有很多海產有很多魚 全部割淺 在沙灘那裡跳一下跳一下 然後是活活乾死 現在就是整個大陸泡沫經濟水退的時候 你看到整個沙灘都是死魚 或者在跳著等待死亡的海產 你說是否真可憐呢 沒錯 其實中國大學生人浮於是已經不是一個新聞 在我自己親身經歷 在疫情之前 我是問那些在香港讀完石士班的這些中國留學生 問一下他們回到中國大陸從事影視行業 或者一些叫做遊戲公司的開發 他們擔任這個創作或者一些策劃的職位 他人工是多少呢 嚇我一跳 原來他們說是四五千元人民幣開始 我正在說不久的 大約是四年前左右的 是不是三十年前啊 不是 真人真事 四五千元人民幣 我也不相信 有些人在北京上海他們生活的 因為他們的所謂老家就不是那裡 那唯有就要跟同學或者其他的朋友一起合租房呢 他們才可以在那個城市裏面生活 那這些已經不是普通的本科大學生 是已經是來過香港讀過Master 回到中國大陸任職的 那有些僑倖的 有人事關係 可以入到行的 這些已經少數了 他做了若干年 大約兩三年 都是大約七千元 不過八千元人民幣而已 那這些已經不錯的了 那這個是在疫情 之前中國經濟還沒有去到現在的地步的時候 的行程來的 那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 在2020年的定義 什麼叫中產呢 在中國來說 是連收入十萬元人民幣 去到五十萬的範圍裡面 他都歸類為中產 那根據他的數字 他就說全中國有四億人左右 那我當中間有些水份 那但是這個人數也是不少的 可能有成二三億 這些收入的人 但是其實這些人呢 在北上廣深 還有很多現在發展了的大城市 比如重慶 剛才你說的西安 或者是天津 這些這樣的地方 成為這個城市的消費的主力 因為這些人呢 他們有這樣的收入 他們就覺得自己的享受呢 是要更上一層樓 所以這些中產他們有一個術語的 他們說他們有三件標配 什麼叫三件標配呢 就是房貸過千萬 第一 就是說你要借錢買樓 那層樓要過千萬的 配偶不上班 就是老婆不用工作的 還有二娃上國際 二娃就是兩個子女 上國際學校 這些像不像香港呢 也有一點點像 香港可能要加兩個費用 於是乎呢 這三件套就是中國 在這十年來 中產所追求的一個生活水準 但是隨著這個疫情 特別在上海封城之後 現在那個情況呢 就是這三件標配就已經消失了 因為很多的中產呢 他們都是依賴房地產這個行業來生存的 其實我們分析中國房地產的時候說過 因為一個房地產呢 它的上游和下游的產業鏈呢 是很深遠的 譬如我們說過裝修啊 甚至建材啊 很多的營銷啊 企劃啊 廣告啊 露演啊 商場裡面的活動啊 甚至明星的Jibshow啊 去推樓盤啊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產業鏈來的 房地產一不行 其實上游下游這些產業鏈呢 就全部停頓 很多的中產呢 無論他叫什麼種也好 或者什麼叫做經理 一夜之間呢 他份人工一是就減大半 一是呢 就失業 所以這些這樣的 三件套的中產標配呢 就變成他們現在呢 的夢想了 那麼很多要放棄了 老婆出來做事啦 或者剛才所說的網約車 變成滴滴出行啦 那麼以前呢 我聽過在北京上海呢 那些網約車呢 偶爾會看到一些漂亮的車 連保時捷都有做網約車的 那麼我在上海工作 十幾年前呢 的時候呢 真的這樣跟我說 有時候你叫這些滴滴出行呢 會有個保時捷來接你啊 那麼為什麼呢 原來是有些呢 就是有錢的女性啊 他特地出來做網約車 那麼目的呢 就是在這些上海的金融區CBD呢 希望有些金融財進呢 就叫網約車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認識啊 那於是乎呢 就吊金龜 就自己可能成為中產 那麼這些故事呢 就已經成為過去了 因為呢 這些這樣的 所謂的王子的神話 或者是這些這樣的故事呢 就已經不再出現 現在的情況就變成為口奔馳 很多其實你 如果你回到中國大陸 這些大城市坐的網約車 隨時以前它是 這些房地產的高管 或者是什麼種來的 這些人 那麼所以現在呢 就這些什麼種呢 就變成了 開車的那個 就不是坐車的那個 那麼剛才你所涉及的大學生 更加可憐 其實這些這樣的大學生 根本在今時今日的中國 是找不到一份呢 可以支持到他自己獨立生活的工作的 很多其實只能夠依附在家裡 裡面生活 或者是做這些 剛才你所說的的 送貨啊 或者是這個美團啊 這樣去做外賣 賺取微薄的薪金 好過叫做呢 完全沒有收入 現在這個呢 就是中國經濟的情況 那麼富豪的 很多破產啊 馬雲那些是可能要 這個給贖罪券啊 那麼中產就在那裏反貧啊 那麼而基層那些呢 就更加不用說了 長年累月都是沒有錢的 有成九億多人呢 是二千元人民幣以下 那麼你告訴我 這個中國的經濟 還有沒有復甦 還有沒有前景呢 那麼這個呢 就是他們給我們清楚了 是一大堆的 現在呢 一陣浪潮的聲音水褪 所以你看到呢 龐大的沙灘就很多東西擱淺 那當然呢 就餐飲外賣啊 坐在電單車那裡 看有沒有國家補貼啊 有人問怎樣國家補貼啊 哦你不用怕了 這個就是呢 生活在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好處 原來現在中國是否用手機 人工智能 網上辨識 個人社會檔案 還有那些私隱 將你全部是中央統一管理的 每一個人的行蹤 買了多少東西 還有有沒有包兒子在外面見什麼人 是慢慢有一個無形之手全部收集的 所以現在多了一隻叫網格園 這些網格園是中國的國家統治機器的僱用 這些網格園是禁忠在每一個小區 將城市畫成很多小區 然後每一個小區是有若干的網格園 每一個網格園是監察著三幾條街 或者是多少個單位 一發現那裡有什麼移動 它就去上門探頭探腦 或者是做思想工作 現在這隻網格園是一個新興的行業 是國家給錢的 另外除了網格園上門 你那些食物外賣 現在有一種新的趨勢 就是負責做類似香港十八區關外組 因為你送外賣的時候 你要拿著食物上門 上門然後按鐘開門 按鐘開門的時候 然後你有機會跟那個買家接觸 那那個買你那兩個飯盒 那兩盒這個叉燒飯也好 什麼咕嚕肉這些麵也好 那是男是女 是什麼人 你打開道門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沒有在打小孩 或者兩夫妻在打架 它可以叫這些食物送外賣那些 是兼買這些小區的監察工作 就是說類似現在香港的十八區關外組 將來這些都是上門 是一個說明關外 你不用這麼害怕 不是是抓你交給國安警 只不過是千家萬戶 那些針線和單位那些線顏 是會越開越小 好了 那這個網約車在這方面 可不可以為國家效勞呢 那現在全國十三億人 什麼都是用手提電話搞定的 那似乎現在國家就沒有什麼動靜 因為網約車現在它每個月的收入 是大約五千多元左右 很多就真的要一天有十二個小時 一個月才休息過三天 那這方面來說你網約車 當然最尾那個數據去哪裡呢 就是你網約車司機都不知道 也都是理不了 所以這個也都是現在中國那種 是大哥叫大佬監視之下 整個天網涵蓋也都有很多暗湧在發生 所以一個這樣的制度 和一黨專政和一人統治之下 現在中國在摸索一條 類似1984那個英國國人小說家 歐威爾寫的那種是全天候 和全網絡的全民的監管一個社會模式 所以你現在這些網約車司機也好 送外賣也好 大白兵也好 街坊小組也好 大媽什麼關愛什麼都好 現在正在投入一個全新的中國社會統治模式 這個模式是用了IT和數據和人工智能 是一起炒了一段 好了 那中間人的角色是什麼呢 始終人都要找三餐吃和找職業的嘛 所以現在就形成一個配套追不到 這就是2024年中國的經濟其中一個橫切鏈 然後你不要以為香港又會怎麼樣呢 明天的香港 今天的中國 香港就一樣是你的九間大學 這麼多學系 剛剛這幾天香港的人說 香港的電影業急速萎縮嘛 聖誕新年的票房不行嘛 現在香港的電視台有種種的審查嘛 這個不能做 那個不能做嘛 那你當初開一間叫香港演藝學院 那個初心是培養的 戲劇啊 電影啊 電視劇啊 台前幕後的製作人才 但是一個大前提 就是一國兩制嚴格遵守 香港有一個別於大陸審查制度的言論 還有創作自由的環境 還有龐大的中產階級去戲院那裡看戲 還有去劇院那裡看戲 好了 在2019年之前 香港勉強還可以維持得到 因為很多那些話劇啊 還有很多那些藝術團體啊 伸手要問啊 這個藝法局啊 康文署啊 是給錢的 撥款的 現在呢 什麼都要檢查啊 審查這樣 審查那樣 那個氣氛不妥 心情不好 還有三十多萬人中產階級呢 是離開香港 走了 是吧 開心啦 這些是當瘀血啊 是全部走了 跟著啊 香港這些這樣的戲劇啊 電視啊 電影的創作行業啊 就怎樣去繼承呢 怎樣繼續玩呢 那你演藝學院還扮來做什麼呢 那些人將來畢業要不要去開Uber呢 我不知道啦 你不發覺現在香港特區政府呢 不再多叫香港年輕人回大灣區做事發展嗎 以前經常吹的 因為以前是用一個給當地的年輕人 更加貴的人工 差不多是雙倍以上 才能吸引到部分這些拿來做宣傳的年輕人回去做事 還是一年的合約而已 那希望他們可以留下來 但我相信這些已經全部呢 就消失了的了 因為其實現在的情況呢 大灣區啊 包括剛才我想說的北上廣深 這些這樣的大城市呢 根本他們連自己啊 大陸的大學生啊 都在那裡找不到工作 增多足少 加上疫情之後 經濟復甦 房地產不振 再加上股市下跌 他怎麼會容納到我們香港的年輕人上去分一杯羹呢 還要拿給他們更加高的人工 你說會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現在根本是不敢說 也都不敢推香港的年輕人上去 因為所有的職位 包括人工 包括機會 全部都已經消失了 沒有人提 沒有人當有事發生 繼續若無其事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以前說的話 說完就算 KPI 又數人頭 有20個上過去的 每人找12000元一個月 很好地開始找他們訪問 做兩集 放在香港電台裡面做宣傳 但是事實上現在 你想一下 你試一下現在叫香港的大學生上去找工作 你找到工作 拿到香港接近的人工 我真是立刻請他們吃燒鵝 是不是 這些真是不可能的 現在 所以現在很好笑的 即是很扭曲的世界 還有一些政府做事 是做了以為就已經是完成的 他不知道現在世界的變化 包括中國大陸 好像你說 每個月都不同 每個禮拜都不同的經濟 所以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其實跟中國大陸的年輕人的命運 我告訴大家 其實是扣在一起的 是啊 總建華沒有說錯 中國好香港好 中國不好香港都不好的 現在 沒有水啊 這叫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下 叫做大灣區中港就業命運共同體 現在正在浮現 你說得完全對 這兩個月所謂大灣區 和復蘇開放之後 你有沒有記得說來說去都是飲食飲食 香港人上去消費消費 大陸人都是下來旅遊旅遊 你沒有聽到說香港人上去大灣區就業 香港人上去大灣區創業 為什麼沒有啊 他們自己這些官僚的心知死 你看一下網約車這幾條數就知道了 為什麼大陸的網約車 那個註冊登記是膨脹得這麼厲害啊 他沒得搞啊 沒得搞啊 大灣區還在哪裡有這麼多職位分給你香港啊 香港上去是嫌三嫌四 說人工太低了 這個特區政府津貼 是不是這條數怎麼計啊 所以那就大件事了 整個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就變了質 是另一件事來的 這個就是當初跟唐英年說 港深一體化 同城化 林鄭月娥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再加上什麼西九啊 M Plus啊 國際大都會啊 哇 現在這個泡沫啊 噗噗聲全部爆破 跟著下來剩下什麼呢 正所謂水退的時候 原來個個都沒有穿油褲的 還有整個海灘都割淺了 那些魚蝦蟹的 這個爛灘呢 你說叫那些警察和紀律部隊出身 那些這樣的局長和特首啊 他哪有辦法啊 他懂嗎 跟著怎樣啊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2024年 各位繼續新年快樂 記者本人圖見Patreon和鮑威聰 還有我們風雲會特別渠道 歡迎各位加入的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風雲谷成立了短短年半時間 就突破30萬訂閱 真是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而會員專屬頻道風雲會 人數也都持續上升 桃生同胖Sir每個禮拜 都會為會員更新專屬影片 現在就不如看看以下的 最新一分鐘精華吧 他用一個很有趣的邏輯 他就說 我明知道 這些影片會被你們拿來截圖來攪 所以我就下了他 這位蕭聖的KOL 幾十年的那種很低級的鬼練作風 是一致的 其實這群這樣的恆大歌舞團 是拿來招呼 或者是拿來建立他的網絡關係 換言之 大家這麼紙妹這麼高這麼大 可以說 沒有一條是許家印見過的 你的太子怎麼見過這些 在加拿大讀完書回來 通常這個時候 會盡快和你截圖一件出來 是的 無論用大頭針刺穿也好 或者叫你不要用也好 一定會叫你截圖一件出來 拿來做人質 沒錯 中國的情報系統 那個風格 是吸塵機風格 一 那過去 有一天他什麼狗屎垃圾 你認為沒用 他全部垃圾 然後他會慢慢分流 和慢慢進入他的系統 是不是意猶未盡呢 在本片描述欄最上面的連結 一案就可以加入會員 如果大家想長期支持我們 記得現在就要先LIKE這條片 還可以用超級系列支持我們 當然更希望的是 大家能夠同時加入陶傑 和薄偉聰衝心直說Patreon 令我們可以精益求精 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的內容 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